我大胆的说一句 现在的年轻人 尤其是台北市的年轻人 想要在台北市买房子 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那到底有没有一位候选人 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 比登天还难的问题呢 我们来听听 柯文哲他有什么样的做法 台北市的高房价 那的确是民怨排名第一名 不过是这样的 我们要很诚实的讲 要让所有的年轻人说 在台北市买得到房子 坦白讲短期内还是很困难 因此在短期内最重要的目标 是让年轻人在台北市有房子住 所以台北市要在年轻 在台北市有房子住 大概分几个方面来处理 第一 目前台北市有8%的空屋率 因此如果把这些空屋逼出来 进入这种租屋市场 这是政府可以处理的 比方说我们要提供这种租屋津贴 比方说政府来当二房东 OK 让这种空屋的拥有者 更愿意把房子输出来 来让透过政府来租出去有变 第二点是这样 大概剩下两个 一个是要建五万户只租不卖的社会住宅 公共住宅 大概在学术上的讨论 大概要这种房子要5%以上 才会造成有效的房价移置 台北市目前270万人口 大概说95万户 所以5%的话大概是5万户 因此我们这种5万户只租不售的这种公共住宅 这是一个大概要 这是一个透过计算以后的一个数字 大概要提供到这种 这种数量才能够有效的移植台北市的房价 另外一个是公共度更 过去政府都是花一个 不更奖励条例 剩下就让老百姓自己跟建商去谈 这都不会成功 事实上我去参观过 兰州国宅或者是南机场国宅 像那种 如果住户超过50%的是租的 没有政府的接触是不可能都更成功的 因此在政府这种 因为政府才有足够的公权力 公信力跟资源来处理这种公办都更的事 特别是如果牵涉到道路重划 或牵涉到安置 没有政府出面是不会成功的 因此公办都更 才能够加速台北市 有效的房子的改建 因为房租就是公跟需两条局限去决定 如果提供的房子多自然房价就会掉下去 因此简单的讲就是说 我们不太可能说保证年轻人有买得到房子 或是这种五万户只租不卖的这种社会住宅 所有这些方式 可以让台北市的房价 一个程度的压制 让年轻人有房子可以住 也许在经过几年以后 公民所得慢慢超过去以后 那台北市的高房价 问题才有办法彻底的解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